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5月15号 跟大家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也期待能够跟您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那台北股市在昨天一度下沙到10393低点 但是也拉了117点的上影线之后呢 这个下影线之后呢 今天台北股市继续来做反弹 早盘指数开高涨15点 一度拉升涨了93点 但是最后半小时 大家都以为今天起指可能拉高结算 可是所谓的结算 是用最后半小时的这个价格来做平均 那结果今天呢 没有继续拉高 反而在最后半小时 外资开始反手卖出 指数反而稍微有点压低 最后上涨41点 来到10560的位置 那大盘在这里反弹个半天之后 是不是反弹要结束了 还是拉回之后 有机会继续再上呢 好 在谈大盘指数之前 县荣老师还是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今天给会员朋友 操作建议的一个内容 那今天给会员朋友的指令 有两通 第一通在9点32分的时候 每天早盘第一步 先来帮大家观察一下 今天的盘式绝构 来观察今天应该做短多 还做短空比较有利 那今天第一通9点32分的时候 发出的通知告诉会员朋友 美股昨天道琼反弹了207点 那今天台股也涨了15点开出 首盘是一个86亿的多方量 预估量大概1100亿 从量来看价量结构 今天有机会拉高才对 可是也发现一点 今天棋子要结算 可是棋子的涨幅 反而比现货来的小 那再加上早盘道琼棋 是在平盘附近震荡成立 所以我说今天台指 在做结算跟转仓的因素 干扰之下 大盘多空局势 比较不明朗一点 也坦白跟大家说 今天大盘比较不容易 有一个明显的多空出来 那可能就是个股各自表现 并且在盘中要多加留意 台币的一个走势 所以今天大盘局势 受到台指结算的因素影响 比较不明朗 各股表现 那在11点10分的时候 发出第二通 跟会员朋友报告 今天大盘开高拉高之后 接下来都是在高档震荡 那尾盘因为有台指 其结算的一个因素来做干扰 所以我说下半场 个股容易有什么 个股走势容易不按牌里出牌 就是按照正常的技术分析来看 今天如果免奖出手 当冲的话 通常看错的机会会比较大 这是根据我的经验 所以这种状况因为不立当冲 来做操作情况之下 就建议会员朋友先休息一天 我们明日再战 绝不勉强 为什么 我举一个例子 其实今天宪龙老师 有发现一档股票 原本按照技术分析的规则 之前说过 如果那种有涨了一段 然后早盘爆出大量的股票 又急拉上去 后继无力都很有可能尾盘翻手下杀 那今天我发现一档股票 比较就符合这样的现象 叫精彩科 他的股本7亿多 结果在第一小时的时候 就爆出了1万多张的巨量 最后成交量4万多张 那这种这个早盘 从这个拉高上去 然后爆出巨量的个股 后继无力之后 按照我们所说的 很有可能尾盘会下杀 那后来有没有下杀 有啊这里你看到 急速的一个下杀 从涨停杀到平盘 可是这样的股票 当然如果你早盘去抢进 到尾盘杀下来 就变套牢了 可是如果早盘 你去做一个短空先卖 你会发现到最后也是赔钱停损 因为在11点40分这一波 急速拉升 过了早盘高点 甚至触及到涨停的时候 有纪律的操盘手 这时候就会怎样 被扫出停损出场 所以今天勉强做操作 当然做多的套牢了 尾盘下杀 对不对 放空的呢 今天也会被扫出停损出去 变成多空双八 这就我说的 其实今天做当冲 根据经验 通常都是这个赔钱居多 因此呢 县荣老师才会在今天建立大家 休息一天 明日在战 永远坚持 稳扎稳打 看准目标的时候 才来做出手 因为赚钱 不是极于这一天两天 我们求的是一个 长长久久来做赚钱 而要能够长长久久赚钱 记得一个操盘高手 就是要这样子看准目标 才来做出手 如果没有足够的胜算 没有足够的把握 宁可休息 这样才能够长长久久下来 成为真正的操盘高手 成为赢家 那这一点 县荣老师还是会这个继续坚持 坚持保护会员朋友 永远是我操作第一要务 所以绝对不拿会员朋友的血汗钱 随便去跟他赌一把 坚持要帮助会员朋友 将获利放进口袋 则是我们的使命跟责任 这个部分我们仍然会坚持下去 当然认同县荣老师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大家在这里 加入我们的一个行列 好那接下来的行情继续来看 那这波大盘还记得上个月 当大盘爆出那个1600多亿的巨量 来到11000的一个高点 那一天台指也是拉高做一个结算 那那天我提到 这地方有几个注意重点 第一个这个地方 虽然看起来外资转仓到5月份合约 净多头部位仍然有1700多亿 那高档那天爆出了1666亿的 今年最大量 我特别提到最大量的地方 未必会是最高点 但是接下来呢 要小心什么 待会再说 那也提醒大家 季线乖离已经高达6.75 创下三年多的新高 所以那时候我说 第一个大盘可能不跌则已 一跌可能会吓死人 第二个要小心最大量的地方 未必会是最高点 但是呢 这地方一旦过高量没有创新高的话 这行情就有可能正式的反转了 好这都当时我提到的 来各位投资朋友 这都是有图有真相 看到这是那一天 4月17号 对不对 指数来到11000的高点附近 拉高结算之后 我说跟企业会员部的分析日记 提到第一个 乖离已经过大 随时有可能不回档则已 一回档就是急速的修正乖离 急速的修正乖离 第二个最大量地方未必是最高点 可能还有更高 但是糖尝率距离高点不远了 也就是如果在创新高 量未能续创新高 出现价量被离 就有可能正式回档 这是在当时指数触及到11000的时候 就有提醒过大家 那后来呢 后来真的大盘 高档震荡震荡 有一个更高点来到11097 好可是看起来 指数在创新高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特别提醒大家 这里你更要小心了 因为在这里你有没有注意到 量真的没有过前高 这里1666亿的大量 这里成交量只有1100多亿 量真的没有过高 加量倍离出现 而且还有一点台积电 红海大力光跟电子指数 三大龙头股跟电子指数 都没有创新高 好有学过现荣老师 操盘技技术分析的就会知道 这里真的大盘技术面上来看 已经有正式回档的讯号 对不对 那后来大盘 现在5月6号一根重挫199点的长黑 然后隔天反弹 5月7号涨了90点 那将90点上去 再来回股 还记得我也跟大家讲 那这个是个长黑带量下沙之后 价涨量缩反弹的一个格局 那这种结构来看 对多方仍然是不利 价跌量增 价涨又量缩 所以说价量结构 对多方仍然不利 而且5日均量 还是低于10日均量 那再加上龙卷余额 已经减到49万张 扣除掉富邦VIX的空单 只剩下就实质空单 20几万张 所以呢所以当时我们特别提醒 这里的车空力道已经减弱 那再来要小心了 小心什么来各位同志们继续看 这是那一天5月7号指数涨90点 价涨量缩 那我说这地方 车空力道价大幅度减弱 那价量结构也对多方不利的情况之下 要提防 提防什么反弹过后又会再度回挡 反手杀多的风险 这里要特别提防 那结果呢 讲完之后是不是这样子 大盘在这地方 那一天反弹90点 接下来急速拉回 急速回挡 一连跌跌跌到昨天 已经跌到10363了 好 那这一波足足回挡了700多点 可以看到几乎都完全符合 宪容老师技术分析的规划跟预测 那宪容老师 我解盘也好 带会员朋友操作也好 我强调不会说为了做生意 永远当个死多头 叫你干嘛 这个天天在那掌也买 跌也买 该攻的时候 当然要全力进攻 那该守的时候 也要懂得守得住 好 那这波大盘跌700点 都帮会员朋友守住了 那重点是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行情 昨天跟大家谈到 昨天指数这一根下沙 跌到10363之后 其实昨天早盘的讯息 就有跟会员朋友提过 这个昨天很有机会 留了一根下引线 那真的也拉出一根117点的下引线 K线形成了一个锤子 好 那这个地方我昨天说 接下来大盘 先有机会在年线 目前的位置大概在10450 这里年线有支撑 先能够撑得住 但是它只是个反弹 还是会转强呢 今天大盘是反弹了 那接下来就要注意 关键在哪里 我讲过三个 第一个台积电 第二个外资转仓 6月份合约 第三个台币 好 那这部分我们就继续来看 那其中今天最重要 当然就是台币 这个外资的一个部分 那今天台指期结算完之后 来看一下筹码面 那最近筹码面 这个融资也在减 融券也在减 但是我说最近看资券 比较会失真 因为现在用融资的 很多是用融资 在买富邦VIX 然后用融券的 很多也是用融券 在放空富邦VIX 或T台湾T50反一 对不对 这些都所谓的反向ETF 就变成用融资的 可能是多头 用融资的可能是空头 正常应该是融资是在做多 可是现在是用融资 反而在做空 对不对 用融券的反而是在做多 这跟以前的判断会不一样 所以我说最近资券会比较失真 原因在这里就比较不看它 那重点是外资转仓来 今天外资股票卖了136亿 尾盘其实是在压低 那重点呢 还是转仓到6月份合约之后 看到外资期指 净多头部位 有47000多口的多单 选择权前几天也转为空单过 但是转仓到6月份 目前外资选择权也是多单 有5万多口 那算下来外资在6月份的指数 净多头部位 目前仍然有1200多亿 所以就筹码来看的话 似乎对多方还是比较有利一些 那接下来就观察另外两个重点 第一个台积电 如果它能够持续守住在季线 季线目前位置大概在247左右 这地方如果能够让台积电守住 那再加上台币能够这地方 指贬回升 前几天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贬值 那美元指数的部分 如果这地方台币的部分能够指贬回升下来 这个部分台股就有机会在年线附近守住之后 再攻一波上去 那当然我们的操作昨天就跟他讲过 目前波段都还不急得出手 但是做好准备如果出现我所说的反攻讯号出现 再加上最重要的有符合条件的个股适合做波段 我们也有可能随时出手 这一点跟大家先做个说明 那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也要去提防 万一台积电再破连线呢 季线呢 对不对 万一台币秩序扁呢 那台币这个外资就有可能再度撤退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变数还是有的情况之下 我会跟大家说 目前最好的操作策略 仍然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因为快打当冲作战是这样子 第一个我们盘中满手都没关系 不用去担心错失行情 但是盘后呢就保持空手了 有赚没赚盘后都保持空手的情况之下 最近的美股一下子大涨一下子大跌 对不对 那甚至很多人都开玩笑 最近川普是不是又在放空到穷旗啦 对不对 因为你每次看到 礼拜五的这个礼拜周末的时候 川普这地方发一个推特 发个文 到了礼拜一到穷旗就大跌下去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在开玩笑 川普是不是又在放空旗子啦 当然这个可能性有没有我们不知道 但是最近就真的这样子 美股一下子反弹 一下子又大跌 很多人看着美股 常常睡觉是睡不着 对不对 这样会有生活品质吗 没有 可是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我们盘中跟着现龙老师掌握赚钱机会 下午呢 逛逛街喝个下午茶 到了晚上 因为盘后都保持空手 都不用去管美股会大涨还大跌 睡觉睡得安稳稳稳稳 这样才有生活品质嘛 重点是快进快出之下 其实大盘接下来会走多还走空 对我们影响并不大 我们随时快进快出 随时可以先买也可以随时可以先买 重点是去观察当天盘式的结构 适合短多先买还是适合短空先买 对不对 风险又低 因为我们盘后都保持空手 不会说股票放在那里 越套越深越赔越多 变成长期套了 也不用放空担心 哎呀会不会融券要强制回补 会不会被融券这个主力给嘎到 都不会 风险其实是最低的 重点是资金又可以灵活运用 钱放在别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回来 让你天天掌握赚钱机会来快速累积财富 所以你会看到 我为什么说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跟赚钱方法 那当然我也要强调 我们的当冲 可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很多人以为当冲 就是看着盘 现在什么股票有大单在敲进就去追 有大单在杀出就去杀 如果这样做会赚钱 大家都靠这样子去赚就好了 你会发现到最后 这样其实都是赔钱居多 为什么 因为其实很多美国在里面 你喜欢看到大单拉就去追 大户就拉一个这个 故意拉高上去出货给你 对不对 你喜欢看到大单在杀 你就去跟着空 大户就故意压低 然后来进货 对不对 所以当冲不是这样 那真正的当冲 县荣老师的快打当冲作战 每天都是按照SOP的 第一步先观察盘式 决定多空 再从1000多档股票 选出符合条件的个股 再确认转折有足够把握时 才果断的出手 并且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当天进一定当天出 所以今天 县荣老师也诚实报告 今天因为棋子结算 多空局势比较不明朗 而且今天来看 个股容易不按牌理出牌 所以我们就休息一天 坚持稳扎温大 看准目标才出手 有机会我们就是要找到像玉金光 这样子当大盘那时候跌到9300 但是已经有大户在压低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了 我们就做一个短多先买 那一天182以下建议大家买进 目标192.5 对不对 结果买完 9.49分都可以在182.5以下买到 买完之后过了一小时拉高上去 目标192.5顺利的达正 对不对 把它卖掉就是这样子 10块钱的价差 假设你用100万操作做个六张 那一天快乐的当充足 就是帮自己加薪个6万块 躺起来 对不对 没有行情 大盘在整理 我们也找到像那样 这个早盘爆大量 太顶 对不对 周短线过热 有大户在拉高出货的股票 转弱讯号出来的时候 就给它短空先卖后买 对不对 那一天49块附近先卖 卖完之后 这个顺利的杀下来 尾盘47块3通知大家买回 这样也是1块6到1块7的价差 假设用100万可以做个22张 那天也是3万5到3万7 快乐的当充足 一天的薪水 30几张小朋友 又帮自己赚起来 上个礼拜原相也是 早盘爆大量 短线过热讯号出现 这个大户在拉高出货了 短线转热讯号出来 我们就做短空 114.5给它卖 卖完之后股价杀下去 11.5买回来 又赚了多少 2块半到3块半的价差 做个10张又是2万5到3万5的价差 快乐的当充足 一天的薪水 30张小朋友左右 又托起来 就是坚持这样子看准目标 才出手 这样赚钱才能够长长久久 当然如果想跟着县荣老师 利用这样的方式 持续来做快打当充作战 帮自己多加一份薪水的投资朋友 那这里我要强调 我们不只有母亲节 别人母亲节做个优惠 我们不只母亲节 因为母亲是天天都要感恩的 天天都要爱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520 520的优惠活动 这里我们这礼拜持续给大家 但是也不可能持续 永远优惠下去 所以520的活动 提醒大家 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倒数三天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待会广告休息时间 就赶快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 来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温馨五月天 运达投顾高老师 感恩全天下伟大母亲 今天入会一律5万2大回馈 一律5万2大回馈 倒数三天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请您速下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顾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店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顾 运达投顾 接屏超盘团队 由高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给您 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菜群最线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顾 高老师 极品操盘团队 入会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 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好 现龙老师最近推出的 母亲节520 我爱您的一个活动之后呢 很多投资朋友都打电话进来 因为这次的活动内容 非常的吸引人 那当然也有很多投资朋友 这地方还在怀疑 犹豫 担心 现龙老师 会不会跟其他投股老师一样 用骗的 当然我知道 你可能都碰到过 这样的投股老师 很多老师每天都在电视上 永远都在讲自己赚钱 结果你相信了 真的以为他们天天帮你赚钱 跑去加入之后发现 这些老师 他可能每天就推荐个 三到五档股票了 各种会员加起来 一个月推荐过几十档 推荐了几十档 当然总有几档会赚 对不对 电视上就讲那个赚钱的 其他赔钱赔了一缸子 通通都不说 这样能帮你赚钱吗 那有些老师 他就每天喊一档股票 但是每天都叫大家买 叫大家买 把会员的钱当作用不完一样 无限加码 从一千块 九百八百七百六百五百四百三百 这样一路买下去 终有一天反弹了 电视上就只讲那个最低点买的 好 那说自己大赚 高档套牢一缸子都不说 这样能帮你赚钱吗 对不对 那有些老师最近也在教大家做当冲 但是都告诉你 这档股票短线当冲也可以 波段也不错 其实到最后都发现 都是叫你赚钱就冲掉 看错的就告诉你这个地方做波段 其实就是叫你凹单嘛 对不对 到最后没卖不算钱吗 不算赔吗 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 这种做法最有可能害你赔大钱 甚至有些老师把会员分成了N组 每一组股票都不一样 所以到最后电视上秀的股票 怎么永远不是你参加的 你可能参加过这样的头顾老师 到最后都很失望 发现那些老师天天都说 自己大赚 结果都是假的 对不对 那我只能说 现龙老师在股市当中20多年 这么多年来 唯一学不会的就是怎么骗人 所以这么多年来就坚持 不说谎不骗人 更绝不予阻力挂钩 我只求缘分到的时候 认同现龙老师的投资帕 能够跟着我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所以每天在这里 你看到我有赚没赚 我都诚实跟大家讲 对不对 然后这地方坚持这里不骗人 如果说节目当中秀的股票 跟经理收到的不一样 老师赔偿100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要给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 诚信保证给你 这个部分你绝对可以放心 好 好 回来这个盘再强调一次 那经过这波下沙700点 利空洗礼 回测完年线之后 如果说大盘能够符合我所说的这三个条件 或许有机会开始要反攻了 再攻一波了 这时候我们波段不急的出手 但是随时正做好准备之中 那短线的部分快打当冲作战 盘中赚了就走 盘后保持空手 发挥巨沙成塔效果 让你轻轻松松用最小风险来累积财富 我说仍然是这个阶段最好的操作策略 那我再强调一次 我们的当冲很简单 不会给你一堆股票叫你自己去设飞标 我们每天最多最多就两档股票给你 看准目标才来做出手 会依据盘式结构清楚的告诉你 该先买还是要先卖 清楚告诉你进场价位 预设停损点 获利目标在哪里 你说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盘 到假简讯通知你 重点是当天带你进 绝对当天带你出 绝对不奥单 不会害你赔大钱 对不对 有机会攻击 像之前郁金光 我们就连续做短多买进 做短多买进 对不对 跟着县隆老师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这地方那天甚至10块钱的价差 躺起来 行情在整理也没有关系 我们就找到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的股票先卖 对不对 卖完低档回补 原项高档报答量 短线过热扫盘就先卖 卖完低档回补 一样赚价差 重点是你只要跟着县隆老师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快乐当充足 就这样成功的帮自己加薪起来了 对不对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就这样自己帮自己加薪起来了 那如果说想把握的投资朋友 再强调一次 母亲姐也感谢您的专案 现在已经进入倒数三天 想把握的投资朋友都欢迎大家 休息时间就指明加入县隆老师的 极品操盘团队一起来 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最初的资料仅供参考